这两天呢在中药房开一副酸梅汤非常的火爆 那在福茂会的现场呢 我们也看到有企业把这个酸梅汤的药方也带到了现场 我们今天做的调配的呢 是一个咱们这个老北京人家喻户晓的 叫做贵风梅饮的一个酸梅汤 我们会先教大家任药 调配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要求的 我们需要把药品单摆服割 方便药师去检查 这么一包药在药店售卖的话 是28块钱一包 可以熬至四升出来 不光是说咱们夏天喝一喝 像冬天啊我们吃烤串的时候 吃涮羊肉的时候 也可以起到这种削肉食的这个作用 中药其实也是这种养生的膳食 包括可能咱们看到的这个山楂 平时我吃的这个糖葫芦 或者堆肉里面都会有这个山楂 所以它既是药品也是食品 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 符合大多数体质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把这个 普遍的这个方子会带来 让大家进行一个体验 了解一下我们中药文化